嗨,我是白姐,欢迎来到白姐说古书 今天我们开始解读列子的说服篇 自列子缺于胡秋子林 胡秋子林曰 子之迟厚,则可言迟身矣 列子的老师是胡秋子林 人称胡子 有一天,胡子对列子说 你明白了什么是持厚,才可研究什么是持身 列子听了不明白持身持厚是什么意思 就问胡子 列子曰,愿闻持厚 曰,故若隐,则知知 列子说,持厚是什么意思呢 胡子说,你回头看看你的影子,就明白了 列子故而观影,行王则隐驱,行直则隐正 列子回头看自己的影子 自己弯下腰,影子也弯下腰 自己执其身,影子也执其身 然则,王之隐行而不在影,驱身任务而不在我 此只为持厚而出现 驱直的变化是身体造成的,不是影子造成的 所以你要记住,世人对你的评价是好是坏 决定权在世人而不在你 当你明白了这个道理,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这就是持厚而处先的意思 观影为子列子曰 言美则想美,言悟则想悟 身长则影长,身短则影短 观影子是胡子的老师 他曾经对列子说 你写的文字美,那么读出来的声音也美 你写的文字悟,那么读出来的声音也难听 身体高大,影子就显得长 身体矮小,影子也显得矮小 明也者,想也 身也者,影也 古曰,肾而言将有何之 肾而行,将有随之 一个人名声的好坏 就像声音的回响一样 你的行为对应造成的结果 这就是身体和影子的关系 是故圣人见出已知入 观往已知来 此其所已先知之理也 所以,圣人看到结果就知道原因 看到现在就知道过去 这就是所谓先知的道理 肚在身,肌在人 人爱我,我必爱之 人悟我,我必悟之 怎样为人处事,在于你自己 怎样评价你,在于世人 别人对我好,我必对别人好 别人讨厌我,我必讨厌别人 汤、武爱天下 故、王、杰、昼、悟天下 故、王、以此今也 商汤和昼、武王爱天下子民 所以他们称王天下 夏杰和商昼王讨厌天下子民 所以他们被推翻了 基度皆明而不道也 辟知出不游门行不从敬也 以示求利不亦难呼 懂得这个道理却不去遵守 就像出门不从大门出去 走路不按路线行走 这样做还想收获利益 不是很难吗 常观之神浓,有言之德 记之于下商周之书 度诸法事贤人之言 所以存亡费心 而非由此道者,为之有也 我曾经研究神浓和掩帝的德行 阅读于下商周的典籍 思考历代贤人的言论 得出了一个 国家之所以存亡费心 都是这个原因 从没有出现过例外 颜辉曰 所谓问道者为父 今得诸亦负乙 安用道 颜辉对列子说 那些学道的人 是为了拥有财富 今天通过获得珠宝 也可以拥有财富 为什么还要学道呢 子列子曰 节、昼、为重力而轻道 是一王 幸灾、余味如余也 列子回答说 下节和商周王 都是因为种地而轻道才灭亡的 幸好我还没有传给你真正的道 人而无义 为食而已 是鸡狗也 强食泥角 胜者为智 是禽兽也 为鸡狗禽兽已 而欲人之尊己 不可得也 人不尊己 则微如鸡之以 人如果活着 只是为了吃饭 那和鸡狗 没什么两样 弱肉强食 乙强凌弱 就算胜利了 也和禽兽一样 像鸡狗禽兽这样的人 还想让天下人尊敬他 是不可能的 当天下人都看不起你的时候 危险和耻辱 就会降临在你身上 列子学舍 众矣 请于观银子 列子学舍见 学了一段时间 终于能射中拔心了 他就去告诉观银子 银子曰 子知子之所以重者乎 对曰 福之也 观银子曰 未可 退而习之 观银子问他 你知道 你为什么能射中拔心吗 列子回答 不知道 观银子说 你还不行啊 列子只好回去继续练习 三年 又已报观银子 银子曰 子知子之所以重乎 列子曰 知之已 又练了三年 列子又来找观银子 汇报成绩 观银子问他 你知道你为什么能射中拔心吗 列子回答 知道了 观银子曰 可以 守而勿施也 非独射也 为国于身 一皆如知 故圣人不查存亡 而查其所以然 观银子说 可以了 你要记住射箭的道理 不仅射箭 治国和修身都一样 所以说 圣人不关心结果 而关心造成结果的原因 列子曰 色圣者骄 力圣者愤 未可以与道也 列子说 年纪轻的人容易骄傲 力气大的人容易自大 这些人都不能和他们论道 不 不般白语道 诗 而况行之乎 所以 和年轻人讲道法自然 也是错误的 他们根本做不到 列子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 年轻人学了一肚子学问 一进入社会 就急于成功 心不尽 你和他讲道法自然 他当然听不进去了 不 自愤 则人莫之告 人莫之告 则 孤而无福以 自大的人 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 因为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 就造成了孤立无援的局面 贤者任人 不 年老而不衰 至近而不乱 不 治国之难 再于 知贤 而不在于自贤 聪明的君主 选拔人才 喜欢任用 年纪大 有经验的人 这样 才不会让国家动乱 所以 治国的难点 在于 如何使用人才 而不在于 君主 自身有多大本事 今天的节目 就到这里了 下一期节目中 我们继续解读 《列子八篇》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